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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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PACE 觀眾 我是Margo 近年興起了這個茶的熱潮 有培茶、抹茶、烏龍茶、綠茶 總之很多茶、任何茶的甜品 很多人都不會放過 我們身後這間是來自東京表參加的 Matcha Tokyo的抹茶飲品店 他們開業短短四年就決定來到香港銅鑼灣 開設他們的海外分店 帶來一些他們很有名的抹茶飲品和甜品 還有最特別的就是他們為香港推出了不同的菜單 例如有一個Matcha Latte Flow 還有香港還領先日本的咖啡飲品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進去試試吧 進來的Matcha Tokyo 最重要就是試試他們這個 最多人叫的也是最出名的 這個Japan Premium的抹茶 Japan Premium就是用了他們在鹿兒島 和京都自家茶餐種出來的有機抹茶去混合 然後用茶道的方式去調製熱潮 現在就和大家試試吧 先戴一戴頭盔 雖然我是喜歡喝這個抹茶 但是我沒有很深入去研究抹茶 但是這個抹茶給我的感覺 它也挺濃郁的 就算它不是平時我們加奶的方式去喝 入口都會覺得挺舒服 它的粉感完全是沒有的 它打到和水一起是融合得很好 因為有時有些抹茶喝起來會有粉感 因為它們可能調製得不好 就會有一些火粒的感覺 但是這杯是完全沒有粉感 是一個很順滑的抹茶 而且聞到茶香也很重 他們的介紹就說 這一款抹茶會有海藻的味道 我就覺得原來看完它的介紹 而且喝起來真的有那股 有那股甘的在鼻腔的味道 真的有點像海藻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挺有特色 這一杯最出名的 Japan Premium是$38 小杯裝是8盎司 另外也是同樣用抹茶系列 有這杯Gokko 是單一茶種的抹茶 產量比較少 是用人手採摘的 所以它的價錢也相當偏貴 這杯是$78 它這杯喝起來的感覺 明顯會比剛才的Japan Premium 是來得清淡很多 那種茶青味也相對弱一點 是一個相對非常清香 和淡一點的茶 如果是平時不太喝茶 或者是很怕很苦、很甘的茶 可以考慮選擇這一款 它就輕輕一點 還會喝起來很多 它一樣 粉感完全沒有 調製得很好 試完兩款 它們在表參度那邊 帶過來的抹茶代表之後 我們就嘗試這個 特意為香港營造的Matcha Latte Flour 首先第一次在香港這間分店出現 就是一個抹茶的Latte 搭上這個 整球的北海道牛乳雪糕 我覺得這個感覺上 好像適合夏天喝 但是來到當然要試一試 這個 平時大家可能在咖啡店喝的那種Matcha Latte 就會偏甜一點 還有茶 加上奶的時候 就會感覺是清香 但是這個我剛才喝下去 茶味是濃的 那種甘苦的味道 全部都入口腔裡面 而且它沒有加糖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怕苦的話 我建議你混合雪糕一起 我們現在就嘗試這個 北海道牛乳的雪糕 它比一般的牛奶雪糕 那個油脂的香味 會重一點 但是又好像還沒有去到 那些 8.0 9.0 那些程度的那種油香 但是呢 它那個牛奶的味道也不錯 那剛剛拌了少許 這個北海道牛乳的雪糕 那感覺呢 那杯茶的苦澀味 是有淡度的 因為那個牛帶 和糖分 沖淡了 那就會變得更加容易入口 那如果你是抹茶的新手 都不會怕它太苦 拌均勻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在香港限定推出的 多值得試 那這兩款 它們平時最好買的抹茶 就不是我們日常喝的那種 那種matcha latte 那所以相對上 如果平時你只喝matcha latte的話 那兩款的抹茶 你入口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比較青少少 那如果你接受不到抹茶的青味 我建議你還是選擇 有買的Latte 比較好 除了夜喝之外 其實它們還有一些輕食 都會提供給大家 例如這個近年都很流行的croffle 因為手上這個就是抹茶醬 加一個croffle 那來到這裡當然要試抹茶味 所以開動 這個做得很好 果然日本人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 它們把牛角包放在格仔餅機做的時候 就會把層次壓扁了 變成十滴滴不好吃 但是它們這一款 是把牛角酥的那種層次 完全保留在裡面 而且層次是沒有 因為這個肌壓而變得搭起了 它真的好像平常吃的麵包 層次的質感 然後它的外皮是焦糖化的 而裡面有牛油香味 再加上兩層的抹茶醬 它也挺香濃的 相對抹茶飲品來說 它沒有那麼苦澀 可能因為加了糖的關係 但整體配合來說 我覺得是絕對值得吃的 我吃得真點的這個抹茶醬 抹茶醬是偏甜的 但是因為它不是塗得太多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調整 這個是鹹色的版本 這個是double cheese的 上面有morzarella cheese 和chellow cheese的 它那個焦香的味道 剛才一放進嘴裡已經聞到 然後呢 剛好我吃中的那個位置 是烤得焦了一點點 但是那個焦了一點點的位置 又出奇地 令這個propel的味道 又提升了 因為它是再脆一點 而且焦香的味道 油味焦到 那種很重要的 我覺得挺不錯 還有兩種芝士加起來 它那種香味 如果你不喜歡吃甜品的話 但你又想試propel 我覺得這個double cheese 是一個不錯的 propel 它這個醬味真的很香 最後我們就要試試它的抹茶軟雪糕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抹茶軟雪糕上面 還有一些好像抹茶粉的東西 但聽說它是一個脆糖 我們現在就試試它 到底它是抹茶粉還是脆糖 它是一個打得很碎的抹茶糖 是真的抹茶糖 但是它看起來真的太像抹茶粉了 它這個雪糕 比起它的野飲 抹茶味是淡很多的 即是就算是小朋友 還是你平常吃抹茶的人 都可以接受這個程度 抹茶控來講 可能對它會有一點點失望 甜度方面 就不是太甜的 但是任何都很順滑 不是那種會吃到冰塊 那種的軟雪糕 我覺得加上表面的脆糖 是會比較好吃的 它是加重了抹茶的味道 因為我都算半個抹茶凍 對啦 所以農味一點的時候 就適合抹茶一點 除了可以現成 訂單完即食的飲食之外 其實它們還在日本 帶來了不少的特別的產品 先來給大家試 就有這個 在東京自由之憂 和黑旋甜甜點合作的 這個長期蛋糕 還有這個 剛才我們吃Crofo的時候 都有的抹茶牛奶醬 那本抹茶控 記得快點來這裡朝聖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